大家好 欢迎收看足球头条 今天又拍大包为大家报导一节足球的最新资讯 在这节节目我们就会讲一下 曼联有可能会阻止到利物浦的一个收购 估不到两队球队除了在球场上高 比利时我活之外 在这个转会市场都有一些正争 但这次就不是大家欠同一个球员 究竟搞什么呢 这是Express的报导 大家看看Express怎样说 标题是这样说的 曼联有可能令到利物浦这个夏天转会的目标失败 原因是因为道理数这个球员 大家听了以为两个球会欠道理数这个球员 事实并不如止 是一个间接的关系 即管看内闻怎样说 这是Express的报导 曼联很想在刚刚过了冬季的转会枪 借用道理数这个球员 但是 8人已经不允许了 所以 曼联在下季的转会枪 是有机会再追逐 道理数 这位球员 OK 正正就是因为这样 可能就会令到利物浦的转会 那个目标 就有机会被拜仁 抢了他 所以 都是在说中场球员 不过 就是 可能 因为道理数就是现在在拜仁的中场球员 即是说如果曼联 买走了道理数 那拜仁就不够中场用 那拜仁不够中场用 就会跟利物浦抢了 那究竟抢谁呢 稍后会说 OK 刚刚在一月转会枪的时候 苏斯克查就觉得 很多球员受伤在曼联 因为普巴 麦托文尼和福仔 都受伤的 所以 他就需要加强他们的 球员的选择 很多比较好的球员 其实都在一月转会枪 是没可能买到的 所以 Ed Woodward 即是穆仔他们 或者曼联的转会团队 就开始想 有没有可能 借账借到回来 这样 所以 曼联在当他们 尝试找借账回来的时候 借其中一个 可能是马体会的 Marcos Lorenti 即是去年 热刺的 罗兰迪 曾经是 曼联尝试 觉得借不借到 刚刚 德国的媒体 KICKER 爆料 有个报道 曼联也有问拜仁 可否借道理数 OK 因为他们 想借多些中场球员 因为保巴伤了 但拜仁 一口拒绝了 原因就是 拜仁自己 都不够中场球员 OK 但是 相反来说 比较长远一点 拜仁绝对 很想买到 同样都是利物浦 都想买到的目标 Kai Harvest 这位球员 现在就在踢利华古迅 表现相当出色 所以 无论是拜仁 或者利物浦 都很想买到这个球员 这样 当时的 拜仁的想法 如果他们买到Kai Harvest 他们就可以 给道理数 借责 或者卖给曼联 在拜仁的高层 他们认为 Kai Harvest 是一个 来着暑假 最终目标 最高的目标 道理数 其实已经 预备去卖走 所以 只要他们买到Kai Harvest 他们就愿意 让道理数 离开拜仁 莫尼克 Harvest 暂时的股价 起码都要 7000万英镑 亦都根据 Express的理解 高普 对于这位 德国各脚 是他 下季转会枪 中场的 第一人选 这样 即是说 如果曼联 就是 真是 想 出价 买这个 道理数 这样 就会 令到 拜仁 莫尼克 多了弹药 去和 利物浦竞争 这位中场 OK 道理数 25岁 当时 2017年 拜仁用了 3500万英镑 买他回来 他的合约 只是去到2022年 所以道理数 这位球员 如果拜仁想 取回转会费 这个暑假 应该是一个 差不多 最后的机会 OK 那么 莫华特 即是木仔 对他 支持 苏斯克查的 转会策略 他就在一个场合 那里 就说他会支持 所以 曼联会出价买道理数 这个情况 是绝对 有这个机会的 胡华特 即是木仔 亦都说 Buno 拜仁迪斯 和我们 来着暑假买入的 球员 就是会 迟些 有证实 就会告诉大家 我们的转会策略是对的 我们 曼联不会 省钱的 我们 自从苏斯克查来了之后 我们都很支持他 已经超过2亿 买人 我们现在就希望 我们可以继续 保持到 这个 买人的 质数 OK Express 也理解到 曼联除了对这个 道理数 有兴趣 亦都会 希望 买这个 钱 利物宝球员 现在 是巴措球员 但是借了去拜仁的 古天奴 因为 拜仁 现在就用着 古天奴 但是看样子 他们就不会 行使 买短条款 亦都 有个传闻 老营球场那边 就可能 他们会割 七千多万 就会放走 古天奴 即管看看 利物宝 曼联 和拜仁 在这个 传闻 收购里面 究竟是 怎样 究竟是不是 因为曼联出价 买道理数 令到 利物宝 起码 买他们的目标 Halvest 会比较困难 OK 好了 今天的第二 新闻 都跟曼联 利物宝 是有关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英国的 惡劣天气 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星期尾 踢的英超赛事 这个风暴 就叫做 Dennis Storm Dennis OK 他是一个风暴 现在向英国那边 接近这个星期 已经很大机会 就会有些 天气的影响 因为刚刚上个星期 曼联和韦斯行 因为另外一个风暴 另外一个风暴 叫Storm Sierra 就改了旗 现在 另外一个风暴 Storm Dennis 亦都在这个星期尾 靠近英格兰 所以当地的天文台 就说 星期五开始 天气就开始变差 就可以了 直到这个 这个叫做 完了周末之后 天气才会慢慢变得好 有个别的 苏格兰的地方 有个别的苏格兰的地方 甚至乎会落雪 说的是 八寸的雪 不是开玩笑 所以这个星期 就是有六场英超比赛 包括 星期五就是狼队对 里斯特城 然后 接着那场就是 修咸顿 会对着 搬离 然后 利物浦 就会去 洛逸子 星期日 亚士东维拉 就会对 热治 努卡素 就会对着 阿仙奴 而星期一 就会一场 车路士 对 曼联的比赛 所有的比赛 的时段 正正就是 令到这个 就是这个Storm Dennis 有机会影响到英国的天气 的情况 其实上个星期 曼聪对韦斯均的比赛 改期已经令到 本身密密麻麻的赛 已经是 非常艰辛 但是 这个 这个 曼聪对韦斯均的比赛 已经是改期了 是2月19号的 再踢 其实很有趣的 英超今年 第一年 实行冬季休假 Winter Break 但是正正 把英超联赛 抄了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都有机会受到 一些风暴的影响 但是 足够来说 都说得很清楚 他说 即是 虽然 赛期是非常之密 但是 人生的安全 即是无论是球队 人员的安全 或者是观众的安全 他们都是放在第一位 那么 如果真的要 那个天气 不可以 令到球赛 进行的话 他们都会毫无有意 这样去 改期的 将联赛 OK 利物浦 利物浦 好像上次 由于 他们 竹董杯的重赛 都由于 Winter Break的问题 他们 没有派到一队 去比赛 这样 再说 Storm Dennis 已经是第四个台风 吹袭英国 这个就是 来自 北 大西洋 那边的一些风向 OK 所以 未来 很多的情况 是会大家 预计不到 所以 各位的朋友 如果要去看波 都要留意天气的报告 这集的节目是这么多 多谢收看 拜拜